举重女神郭信淳过去在亚锦赛 市锦赛 亚运 奥运都有夺金 达成生涯金牌大满贯 尽管近期受腰伤困扰 仍在亚锦赛收下三面铜牌 赵烈玲金能表示 不会为了亚运把复健行程往前挪 目标是明年的巴黎奥运 我觉得就是四年一次的循环 好像每次都四年一次这样 然后就是你比如说像 一四年那一次受伤 然后一般年其实那时候其实也有伤 就是不一样的伤 然后现在又要面对 就是再多一年的这场亚运 然后又有不一样的伤的时候 我觉得哇 每一次每一次都是一个考验 我觉得每一次每一次都是一个 好像就是要提升自己 然后还要到另外一个境界的一个 对对 另外一个境界的那种过程吧 对 前两届亚运 郭信淳拿下58公斤级第四名与金牌 第三度参加亚运 郭信淳量级为59公斤级 将在10月2号登场 在奥运过后的这一段期间 其实我也想了很多 然后包括说自己的心理的纠结 其实也蛮多的 那我觉得又是一个不同的郭信淳 在面对接下来的比赛这样子 对 当然相对来说成绩 当然对于运动员来说 还是会摆在第一个 但是我觉得能够用很健康的身体 跟健康身心去站上那个舞台 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 这次亚运台湾举重代表队 除了郭信淳外 还有三位东京奥运举重国手 分别是女子76公斤级的陈文慧 以及男子61公斤级高展红 96公斤级陈伯任 25岁的陈伯任 2018年亚运拿到94公斤级第6名 接着在东京奥运96公斤级 找出抓举176公斤 停举205公斤 总和381公斤 其中停举及总和双破全国纪录 获得第5名的佳击 他也是本届亚运夺牌重点选手之一 我都恭喜拿过102公斤级的 中国全大运的抓举纪录 陈文慧2020年在东京奥运64公斤级夺同 去年亚警赛手肘拉伤 历经长时间复健 陈文慧商与回归 在今年5月亚警赛 女子71公斤级 搅出抓举101公斤 停举131公斤 总和232公斤 收下停举及总和两面铜牌 不过因为巴黎奥运量 量级减缩 陈文慧生涯首度征战亚运 将升量级至76公斤级 备战的话因为刚好亚运是 因为亚运卡在市警赛的后面 所以等于说市警赛完就是以 不控制体重的方式去打76 亚运的76公斤级这样 然后体重应该会 希望可以落在7273 就是尽量不会离76太远 因为如果在这短时间内 要把体重称到76的话 我觉得相对在课表上跟体能上 都是一个负担这样 同样首闯亚运还有男子81公斤级的 接着9月市警赛又再度以抓举91公斤 平举112公斤 总和203公斤 替台湾摘下下面金牌 本届亚运有望站上颁奖台 上一届是金牌 郭庆春银牌是红万亭 我们希望我们这一届能够突破 上一届最好的成绩